王妃与李亚鹏的千禅婚 犹如在娱乐圈中投下重磅炸弹 让众多明星艺人唏嘘不已 9月16日为人生心专辑现实的晚晚之四 似乎也借歌上天后之意 一曲明月几时有 让她在现场都感慨得红眼眶 不过她可不是为了悲欢临合的感情事 我突然记得我入行 就是以我的声音去加入乐坛的 就是很多什么天籁之音 天时之音 所以我的最大的梦想入行 就是因为希望可以把最好的音乐做出来 好像现在梦想成真一样 以唱作势力走红的王婉芝 虽然外表普通 但歌声剧王妃有些类似 绝对堪称天籁 而与她传了多年绯闻的张静香 似乎也是相当默契 唱在王婉芝之前 率先推出原声专辑 让她当场挑衅 效忠俊轩 不够亮声 就是Lang Sang 根本要她本身是Lang Sang 才可以做的 其实我也蛮期待的 因为我也很享受每个 跟她合作演唱的时候 她也是我其中一个最欣赏的 最喜欢的男歌手 但我现在的情感全都是给刚才听到自己的原因 就被震撼到了 虽然对方比自己快了一步 但王婉芝却坦言不用像张静香偷师 但是更因为自己的专辑 都要对方亲自购买 才有诚意 可以买 我也不会同一筒去嫁啊 不会 我不太管她的 其实 不太管 这似乎是默认二人之间 比朋友更进一步的暧昧关系啊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